很多人把排骨买回去 不是炖汤就是红烧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新吃法 比炖汤简单 比红烧还香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花了30块钱 买了两斤排骨 让老板切成小块 然后往排骨里面加入一小勺盐 再多倒入一点清水 把排骨清洗一下 用淡盐水来清洗排骨 可以软化肉质 让这个排骨吃起来口感更滑嫩 不腥不柴 把食盐搅拌融化后 放一旁浸泡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泡出了很多的血水和脏东西 血水就是排骨腥味的来源 然后把它控水捞出来 再用温水多清洗几遍 一直清洗至水质变清澈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清洗过的排骨非常的干净 然后把它控水捞出来 放到漏篮里控干水分 再把控干水分的排骨放入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 切成长长的小段 再来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放到排骨里面 再往里面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料酒去腥 一勺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提鲜 一小勺盐 适量的胡椒粉 然后用手充分抓拌均匀 我们可以多抓一会儿 让排骨充分的吸收料汁 抓匀之后放一旁腌制20分钟 接下来准备多一点的大蒜 先用刀给它压扁 然后再剁成蒜末 剁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半个青椒 先切成长条 然后改刀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半个洋葱 先切成细丝 再改刀切成洋葱丁 切好之后和青椒放在一起 现在我们的排骨已经腌好了 然后把里面的葱姜挑出来不要 葱姜挑干净之后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然后用手充分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排骨上面 都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加入淀粉可以锁住排骨的水分 这样做出来的排骨更加的滑嫩 它的口感不发柴也不发干 像这样黏糊糊的就可以了 然后把腌好的排骨像这样 一块一块的放到蒸锅里面 中间要留有空隙 这样受热更加均匀 而且也不会粘在一起 排骨用蒸的方式可以锁住里面的水分 而且营养不流失 吃的时候口感更加的鲜嫩多汁 然后盖上盖子 上汽之后大火蒸25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看看 哇好香啊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样蒸出来的排骨营养不流失 而且口感还非常的滑嫩 如果喜欢吃更加软烂的 可以多蒸5分钟 然后把它一块一块的取出来 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许使用油 油热后把蒜末加进来 翻炒均匀 转小火慢慢炒 炒出蒜香味 炒香之后再把青椒和洋葱丁加进来 继继续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加入一勺老干妈豆豉酱 继续翻炒均匀 炒出酱香味 炒香之后再把蒸好的排骨倒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让每一块排骨上面都裹上料汁 喜欢吃自然味的 还可以撒一点自然粉 也可以撒一点烧烤料 最后加一点点白芝麻 然后继续翻炒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 哇真的是太香了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一个简简单单的风味排骨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吃多了也不会上火 如果你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